嗨 大家好 我是阿森 现在我行驶在重庆的市内 这个重庆啊 一直以来呢 便有着许多的称呼 比如说像 雾都 不夜城 山城 火锅之乡 那这些都是过去的叫法 现在呢 有一种全新的称呼 那便是中国排名第一 热死人的网红打卡地 当然还有像闹鬼圣地 鬼城 我们以前就曾经去拍过著名的 丰都鬼城 当然这里还有众多的都市传说 比如说像世纪悬案的 红衣男孩民国鬼楼 这也是我们以前去拍摄过的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去看另外一个 曾经被吵得沸沸扬扬的都市传说 那便是 重庆千丝门大桥 闹鬼之谜 这个重庆 因为它是一座山城嘛 在过去呢 就有很多的吊脚楼 依山而建 后来呢 又修建了许多的大桥 而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一座千丝门大桥啊 它是位于嘉陵江之上 而且啊 它也是链接市中心于江北的一个必经的大桥 而就是这一座看似比较普通的大桥 却在2015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期 至今呢 都无法解释的怪事 那这个事件呢 大家也许曾经听说过 那我还是在这里呢 大致和大家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据说是一个冬季的晚上 大约11点左右 有一名姓李的女士呢 她因为那天晚上要加班 然后下班以后呢 就和以往一样行驶在那个路上的时候 边开车边听着重庆音乐广播电台的广播 就在她从江北嘴啊 准备经过那个千丝门大桥的时候 重庆音乐广播电台里面的主播啊 明明是一个男的在说话 结果就在说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从音乐广播里面 传出了一个诡异的女子的声音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前方道路关闭 前方道路关闭 一共呢 出现了两遍 消失不见了 但令李女士很诧异的是 因为她每天上下班啊 都会走这一条路 也就是说 她对路况非常的熟悉 当时并没有打开手机和车载的导航 而前方的道路也是畅通无阻 没有封闭啊 那李女士当时就觉得挺奇怪的 但并没有多想 便继续啊 行驶回去了 当她回去以后呢 回想起开始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后 越想啊 越觉得挺后怕的 于是便把这个事情在第二天的时候联系了当地的记者 描述了以后呢 记者就根据李女士提供的线索 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来到了千四门大桥的附近 然后同时把车载的广播打开以后 没想到果然在这个路段上面也听到了相同奇怪的声音 更奇怪的是 记者不仅是在这里听到了这个诡异的声音 而且还在附近的像大剧院 文化街 科技馆 同样也都听到了这个相同的提示声 一共出现了四遍 记者当听到这些声音以后呢 的确是感觉到匪夷所思 这些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他也不得而知 后来呢 一直没法解开这个声音背后的真相 就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后来被报道出来以后呢 大家也就认为这应该是一起灵异事件 因为白天啊 这条路非常的堵车 所以我就选择晚上呢 前往千四门大桥 好 我们就一块去看一下是否能真的撞到这个奇怪的声音呢 走 哦 你看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好像是撞到了摩托车 现行是晚上快三点钟了 但你看路上啊 人来人往 车来车往 这哪里像是深夜三点的感觉呢 所以重庆啊 这个不夜城就是这样的感觉 到处都是灯火辉煌 那从这一条路直接往前面走 大概还要六公里左右 就可以上千四门大桥 而这一条路呢 也是去市中心的一条必经之路 现在把广播先打开吧 现在放音乐啊 音乐广播电台 先听上去 以前还比较正常 因为这里过去还有六公里左右 我没听过去 好 这里就是重庆千丝门大桥了 我们已经上桥了 好像仍然没有听到 那个奇怪的声音 我们稍微开慢一点 这个桥在很远的地方 都能看到它的颜色 因为它的桥的铁链是红色的 进一步推动 古城维履及深度融合 把一千年捕捉完发出新的活力 实现证定更好更快 我还能听到 此次的声音 声音开大一点 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就有重要意义 记者们的这次走访 都看到了怎样的 县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 如何合理确定不同类型 县城的发展路径 如何发挥好自身的特色优势 如何提升县城生活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如何把县城 这个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 建强 建好 带动乡村共享发展的成果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听听 总台记者们各自寻找的答案 为你讲述更为深刻的发现 更加生动的细节 好像这一面没有听到 什么太多奇怪的声音 让我们转一圈转到那边 转到立项的那一边呢 再去听一下 这卤好窄 听到吗 听到吗 应该是隧道里面的信号不好吧 再试一下 我们转到那一边通道去看一下 这里是从市中心 前往江北 现在我们反过去 走那个前四门大桥 因为在西境远战那边呢 中原百姓 继续放入 这个地方 当时呢是聚江居住 所以呢 就把这条江 命名为晋江 那么宋元时期呢 晋江作为泉州 泉州这个四铜谷港 也称称东方第一大港 是海上富州之路的重要起点 所以呢 现在呢 晋江还保留了很多 好像并没有听到 什么太多奇怪的声音 我换一个频道试一下 我换一个频道试一下 利亚民间的这种飞翼项目 也是飞升海境外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 在西境远战予有三项世界级的核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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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小声一点 这个方向过去呢 就是大剧院还有科技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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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去记者当时经过的这两个地方 看一下能不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呢 现在我已经把这四个遇到提示声的地方都走遍了 但是看来我们不管怎么开啊 应该今天都没法撞到奇怪的声音了 不知道是我来晚了还是正好感受他今天休息呢 其实说到鬼啊我们耳熟能详的都能说上那么几个吧 比如说像真子或者是灭小倩 如果说夜晚能遇上厌鬼 他能遇上灭小倩这种也行啊 但是我们今天啊仍然是一无所获 那关于千四门大桥的这个奇怪的声音 曾经有很多自成专家的人啊就出来做过解释 说很有可能呢是有一些无聊的人啊 在这附近安装了某一种无线电的干扰器 启动了路过车辆的安全预警仪 也就是说我们的车载导航吧 被那些神秘的干扰器呢干扰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千四门大桥的闹鬼事件 其实是受到了电子干扰器的干扰所发出的提示声 那这到底是谁会在这附近装上这种东西来恶作剧呢 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样的技术呢 至于专家给出的这个结论到底合不合理 反正啊我是持保留的态度 那您相信吗 其实啊这个千四门大桥的左右两边 也算是重庆的网红打卡地吧 一面是吊脚楼的红崖洞 另外一面呢这是江北嘴的大剧院 站在这里啊还能感受到那种传统与现代时尚的艺术气息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去看看这个红崖洞呢 如果想去的话下次可以单独带大家去看看 这个红崖洞的美食与独特的建筑造型 吊脚楼嘛 依山而建 当然您也可以在下面啊给我留言 好吧 那今天啊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下期见 在下一集中 阿森将去探寻一起曾经的火车事故 为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灵异之地 隧道里面的哭声与喊声究竟从何而来 阿森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那我们也等到六点左右呢 进入到这个隧道里面去一探究竟 我让这里的紧绮就可以出发现 但是这被ей中的离开 我们已经有阶段